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翔子要强 为了早日买车 不顾日晒雨淋 省吃俭用 日夜辛苦 生了病也舍不得去买药 遇到困难就咬牙硬挺 经过三年的努力 翔子终于凑足了96块钱 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他高兴极了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 他自己的车 公子软得颤忧颤忧的 连车把都微微的动他 车厢是那么亮 垫子是那么白 喇叭是那么响 跑得不快 怎能对得起自己呢 非快跑 非跑 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 这段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 生动展现出翔子心中的自尊 骄傲 热情和希望 但这希望之火 很快被现实的污水泼灭了 北京城打仗了 翔子正拉着客人的时候 连人带车被当兵的给捉了去 翔子失去了尊严 穿着又臭又破的军衣 汗流浃背的 推着大兵们的东西 也失去了几年血汗挣出来的那辆新车 翔子落了泪 他不但恨那些兵 而且恨世上的一切了 凭什么骑武人到这个地步呢 凭什么 这段心理描写 刻画出翔子遭受到的沉重打击 当他千辛万苦逃回北京城 已经是精疲力竭 谢了老大半天 他到桥头吃了碗老豆腐 醋 酱油 花椒油 韭菜末被热得雪白的豆腐一烫 发出点顶香美的味儿 香的是翔子遥避住气 捧着碗 看着那深绿的韭菜末 他的手不住的哆嗦 吃了一口 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 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小勺辣椒油 一碗吃完 他的汗已湿透了裤腰 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 再来一碗 我们来看看这段充满了浓厚精味的细节描写 一碗北京的老豆腐硬是描绘的色 香 味 俱全 吃下一口 把身里烫开一条路 翔子又活了过来 我们仿佛听见他的耳边高声地喊着 再来一碗 这段描写的语言可谓大俗 大白 而又鲜活生度 而这正是骆驼翔子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 老手用最朴素鲜活的语言描绘着翔子最朴素真诚的梦想 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做一个自由而有尊严的车夫 为了这个梦想 再大的困难他都咬牙硬挺 甚至在遭遇车被抢走 险些丧命的劫难之后 一碗老豆腐又能让他重获新生 翔子是多么要强啊 同时 老手运用这种富有精味的语言 透过翔子生动展现出19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里 那些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翔子不是被当兵的抢 就是被警察抢 他买车的梦想最后也变成了一场空 翔子悲苦 其他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大杂院里的孩子们饿得瘦骨伶仃 天天上街捡煤壶 50多岁的老车夫天寒地冻地出了拉车 鲜些饿死 19岁的小福子被亲生父亲拿去卖钱 最后上吊自杀 凡此种种都进一步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平啊 骆驼翔子 语言鲜活 内涵深刻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再来两条线